这个连级、差级跟什么交级 那顾名思义,如果说我今天先简单化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有圆柱 这个圆柱我画一个50好了 半径50,Enter 那假如说高度的话我也给个100好了 OK,像这样的圆柱 那这个圆柱的话我给两个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再复制一个 选它,空白键 从中心点移过来 移到它的四分点好了 所以请你把它把四分点叫出来 点一下 然后呢,两个的这两个 请你把这两个再选取一次再复制 把它们怎么样呢 再从这边复制到这边 我们分别来练习所谓的连级 还有所谓的交级 还有所谓的差级三个 好,所谓的连级 其实顾名思义 如果今天这两个 我再把它变成 因为它们现在是分开了两个实体 一个,两个,对不对 如果我要把两个放在一起 二合一的话 那就可以用所谓的连级 连级的话你把它点下去 它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 你可以将两个或多个三滴实体 曲面二滴面域结合成一个单一复合三滴实体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很多个三滴实体连级在一起 比如说这两个圆柱 比如说我把这两个圆柱先点一下连级 然后它问你说物件 你就把这两个物件一起选强 它会出现找到两个暗空白件 各位可以发现吗 这个时候就合在一起了 它们本来是两个实体的 现在变成一个实体 接下来的话我们利用这两个来做什么 做所谓的那个差级 差级就用得更多了 什么叫差级 像刚刚同学问到就是有关于那个修剪 在2滴里面有修剪 可是剪是剪线啊 剪2滴的这个2滴的物件 可是在3滴你要剪 哇太麻烦了